Liz Park 其實這個公園 Liz Park 非常的特別 我知道 這個波斯頓公園 最有名的就是 那個小鴨子 因為它是那個 城市規劃裡面的 綠寶石項鍊之一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 你剛剛說的鴨子 你看 Liz Park 這裡很大 所以可以 歡迎這麼多的鴨子來這裡 沒錯 對 那邊那個橋上 好多人在散步 我們也許可以去走一走 好耶 等一下繞一繞 不過 要不要在公園喊胎 對啊 這個公園這裡 所以我們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你腳準備好了嗎 我超能走 走 好 走 這個公園這裡 對啊 這個公園 喊胎 我是覺得說我們剛剛走了這麼久 發現這邊環境其實不錯 而且重點是人潮很多 真的 而且這邊的小動物好多 我們明天一定要做好多 好好吃的料理 不一定可以請他們吃一點 我覺得我們在公園 再逛一下 看哪邊的哪適合我們擺攤 好啊 可以幫我們客家料理 好的 你看 你看 公園很多很可愛的小鴨子 真的耶 我想到了 在這一座 美國最古老的公園裡面 其實它是有故事的耶 有故事喔 它其實是根據1941年的一個童書 所建造的 因為還有一個故事叫做 就是給小鴨鴨讓路 它是鴨媽媽 要帶著這些小鴨鴨 回到這公園裡面住 可是路上車子這麼多 人這麼多 怎麼樣能夠回到公園 是一個挑戰 所以是個禮浪的故事喔 對 這是一個禮浪的故事 要給鴨鴨們讓路 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有名字喔 像那個有沒有 複製抬得高高的那個 那個叫 中山 中山 這麼有趣的故事喔 對啊 好可愛喔 這部分在公園裡面 對啦 要在公園孫胎喔 而且我覺得這裡 好多遊客 極克力應該不錯耶 應該是喔 人來人往的 我覺得生意不錯 我覺得決定在這邊吧 買攤 有呢 就這裡了 我覺得也不錯耶 而且我們剛剛有得到 那個鴨子的祝福 所以明天一定會大買 聽說要成功了 真的 要謝謝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很大 糟了 要不要在公園寒胎 不但這樣 裡面的生態還很豐富